刘宇宁与黄子涛的趣事合集 出相识 当时就非常紧张 结果那一场戏拍完之后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马上有事吗 我说干什么要打我 我演的不好是不好 但你没必要动手吧 就马上会堵我 然后黄子涛就说 你马上收工有事吗 我说没事 到我酒店来 好啊 邀请我吧 第一次邀请我 我觉得我还挺开心的 没什么想黄子涛邀请我去的酒店 我好开心啊 他要干什么 然后我说那去你酒店干什么 他说咱俩去跑跑步 健健身 因为我最近在减肥 你这儿你也没什么事 你给我一块健身吧 我说好 我就去了 去完之后呢 我俩就在那个酒店 那个草坪里的那转圈跑 跑了一晚 跑累了之后呢 然后呢 他就跟我分享他写的歌呀 这一晚上就给我听他手机里 他写的歌 听了大概要十几首 当时我觉得 当时我觉得 他也不像往上传的那么暴脾气 那么耍大牌 这不挺好的吗 小伙啊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当时就认识了吗 有朋友说这个故事编的 这个故事也没什么 就是这是真实的 因为前两天 他还发了一个作片给我 他说你看 你还记得当年 在拉台的跑步的时候的 那个清景吗 我说是啊 我记得 我记得 那天被闻了好多牛 回去浑身都刺脑 涛哥对宁哥直播两小时 觉得不可思议 今天这个直播嘛 直播 然后那个我就跟 给我涛哥发消息 我说这个 我说我现在收工了 而且收工比较早 一会儿我直播 他说你播多少时间 我说两个小时 他说两个小时 你干什么 两个小时 你跟你本身落房的东西 还是唱两个小时 我说连唱带说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我的妈呀 您卡吗 我说你可能不了解我 时间都不够 不够用的时间 你知道我强行压缩了两个小时 因为我明天 明天咱有戏 我得踢倒戏啊 他说你怎么厉害啊 哇塞两个小时 你有什么可闹的 啊 你能说什么都 我说你 我毕竟我已经播五年了啊 我每天直播就是两个小时的综艺脱口秀 有朋友让他到直播间来看 他这个财新的拍戏的地方呢 没有网 他说我这边没有网 要我看看你 你怎么看啊 给我聊 他说我给你刷点礼物吧 我说不用 他说不是 我给你刷完之后 你再给我打过来 我送一个你们这个最贵的 我聊到时候 你们把钱给我打过来 我说 那不疯了吗 不用 我直播没有什么意思 别看 就我自己的钱 官方拿走一半之后 还得分给大佩哥阿卓 那么疯了 开玩笑啊 开玩笑 当时 当时那个时候在剧组嘛 剧组拍戏 跟我黄子涛老师 我在涛哥啊 但是我俩 他同时买的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不刚出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11月初 是吧 这个电话苹果 X 我说 他说你电话到了吗 我说到了 我说对了 我说我送你个手机壳吧 他说什么品牌的 我说Super Me 他说不用不用 别这么客气 别这么客气 挺贵挺贵的 我说没有淘宝二十块钱 买俩送一个钢花膜 我买了两个 咱俩一人一个 我用一个 你用一个 还送一个钢花膜 特别好 他说你贴吧 钢花膜给你了 他就有点懵了 因为他不可能 因为他不可能 用这样子吧 当时啊 他说那个 他说这个 他说叫我 那个 那个 宁哥 这个 叫 Spring 来给我念 Spring 我说 什么意思 他说我怎么写的 Super Me Super Me 他说这个 不是英语 Spring 好吧好吧 我走一刻来要嘛 那你留吧 黄子曹还真的是 带我认识了几个人 然后呢 谁是他带我认识的呢 王家尔 反正他带我认识了 不早一日 反正是 马博谦 马博谦也是 对对对 朋友聚会 四人三国语言 我经历过一个 特别奇妙的一个场景 那天去也是 后来杀青了 后来我回北京 零天去找黄子曹玩 去他家去了 在他家之后呢 他后来叫了个 当时谁在那呢 当时 当时是黄子曹一个 然后他和那个 马博谦在一块 然后叫我过去 我就去了 去完之后呢 过了一会儿 王家尔又来了 马博谦英语非常好 王家尔又不用说了 英语也是呱呱的 然后呢 我就在那 我就在那 他们就是 他们就特别神奇 就是讲着讲着莫名其妙 就切放到英文了 也不知道为了练英语 还是练什么东西 就是在那 然后呢 黄晓涛跟王家尔聊聊 说着说着 又开始讲韩语 就他全程 我们的聊天是三种语言 讲讲韩语 然后就好像这个 韩语讲不行了 又开始用英文 英文不行了 说不明白 又开始讲中文 就我来那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 你知道别人尴尬 我听不懂 然后我就在那 我就有的时候 是吗 OK OK 我 Oh my Go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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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I know I know Good 来 去吧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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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哈哈哈 游戏好斗二人组 因为我玩游戏 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特别喜欢冲钱 宁哥有个好胜的心 哦 宁哥有个好胜好斗的心 也不知道 就是感觉 就现实可能挫折太多了 就准备在游戏里 遭到存在感 那天 记不记我给那个黄子涛老师 黄子涛老师 我给黄子涛老师 录了一个游戏 那个什么 录了个生日祝福嘛 我跟他说 我都把我给你玩游戏的钱给我报一下 大家好 我是摩登兄弟刘雨宁 那在这呢 也祝我涛哥 你老叫我涛哥干什么 你比我大那么多 你天天的 然后我借此机会呢 希望跟你说一声 尽快把我陪你玩游戏的钱给我报一下 滚 你老拉着我玩游戏 你还让我给你报 你太逗了兄 我俩那人怎么开始玩游戏的 就是我跟你讲 就是有什么游戏他就分享给我 我有什么游戏分享给他 我俩一玩游戏 他也是黄子涛那人吧 也是你也能感觉到 就是也是那种 不服输 然后他也是那种劲劲的吧 然后那个什么 我俩就游戏里 就就有朋友说 也人民币玩家 也不能这么算吧 我俩就当时就是两个人吧 我俩建一个帮会 我两个人打对方帮派50个人 你想想得得冲多少天 就玩个游戏 就跟戏里变态似的 人都 很多朋友是玩游戏嘛 都有玩游戏 就是玩那个 比如说玩过手游 或者是有很多朋友玩手游嘛 也懂啊 因为游戏里 有一些有游戏有拖 游戏里里边有拖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比如说你充了好多钱 他呢 他就没事去打你 或者是呢 他就在你那个 比如说你占力是一万 他就九千九 就离你特别近 他准备就是让你 逼你去撑钱嘛 他游戏里都有拖的 然后呢 但是不是绝对的啊 但是我俩玩游戏呢 不需要拖 我俩互相拖 就是他那种 就感觉就是 因为他已经在那个服务器里 没有对手了 他就要打我 我也不服输 我就我不想让他打我 我就想打他 就是我俩互相拖 就一顿冲 就是之后 俩人打一个帮会嘛 就是那种的 后来就是确实玩了 就有点无敌 就不玩了 游戏怎么玩 真的是有点 有一样一击眼 所以我跟黄桃 也认识三年了 算是 这个圈子朋友很少 但是能认识三年的 真的是还挺珍惜的 挺好 最后一个超甜的互动